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小六 今天就放假回家了 心灵啊,就买了两个枕头 给爸爸还有妈妈 因为这两个枕头我觉得很不错的 要给他们洗一下晚上睡眠 对睡眠挺好的 哎呀,老花了 哎呀,帮我的妈妈去哪? 你了 你了 我给妈妈 什么你帮你? 这枕头 妈妈 哈喽,回来了 我在干什么 干什么 哎呀,看人家这些高手呗 先看这边 这是什么? 我帮了点好东西 什么东西啊,你买的 快递 我告诉你 你猜 我告诉我,猜 买个衣服吗? 没有 你不能是用这个箱子来装 买好几件啊 妈妈,我也想买衣服啊 问题是 哈哈哈 每一次见妈妈都是你手头紧 我比你更紧啊 现在 生活不好过啊 生活 生意难救啊 对啊 啥东西啊? 开那么久啊 肯定是好东西啊 这是用你的牛花钱来买的 嗯 我看到了 榴莲 榴莲饼是吗? 不是 包装而已 就是 来这里过年的时候干活 然后赚了生活费 交了学费还剩一点 哎 姜姜姜姜姜 小心点 来 拿着一个 枕头套 是的 难道这个也是枕头? 这个是枕头来的哦 当当当头 那我满足了 满足了 这是她小六的工资 然后呢 之前她放行假的时候 然后 上班 得到了工资 然后 就是零花钱 就买了枕头 是不是这样子? 是哦 他交了 交了学费还剩了一点 然后就买了 可以了 其实我挺感动的 哈哈哈哈 自己没有生一个女儿啊 有一个儿子 有这样子想着爸爸妈妈 真的是很感动啊 哎 你要不要好吃的 要好强的 记得要什么妈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吃个果 吃个芒果 那个是莫果干 啊 好好读书 就不要回来 成继我那几百亩的那个 哇 哇 甚至是要回来 继承大残咯 对啊 那几百亩有盘你中咯 哈哈哈 然后把它灌好 我今晚拿回去 啊 先不要灌吧 我到时候我再给它 淋一下 那个 那个味道 我家有鸡饭 某的果子 对啊 啊 你看过去 看过去都是我们家的 是吗 一有 一没有人就是我们家的 一有人就是 一像那大叔样 我问他 对对 这个水果园都是 嗯 已经那么多年了 对啊 十年多了 那些果苗 都可能 都比我还长得大 嗯 好 放到那个位置上面去 来 去吃饭吧 好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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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谢谢小六做了好事啊 做了进行 关心我们的事情 我们做回父母也要感谢他啊 让他以后做得更好 要不然你觉得他 你手应当的话 他会觉得 没有那个 死忆感啊 对不对 嗯 是什么 哎 不用谢不用谢 大家自己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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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走啦 吃饭了 干饭了 不给你出来